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慧表示 會向人大常委會反映 港人對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意見 基本法第81條原有香港實施的司法體制予以保留 這個司法體制是包括普通法的制度 為何鄭若驊師長會說普通法的行文是不像實際 第81條是如何做好基本法的公眾教育 你是否要教育律政司司長 立法的過程中都會充分考慮到 將來在香港可以執行的情況下 才會進行立法的安排 還有那個具體條文相信都是可以執行到的 那個條文的確現在還是草擬那個階段 接下來我們會綜合各界的意見 在我們這個人大常委會徵詢特區政府的時候 我們會適當地反映的 訂立這個港區國安法 就是要保障我們香港市民的安全 亦都是符合我們國家憲法 符合基本法的 如果剛才的同事不知道他們是否自己心虛 不斷過去搞很多那些不見得光的事 勾結外國勢力 叫人去制裁香港 專門做這些事情 我相信一般市民怕都不用怕